再来看到这一起车祸秘书怎么帮忙顶罪呢 台中是一名59岁的李姓老板 日前开着乡型车在公司的女秘书 途中却跟一辆机车发生了碰撞 造成机车歧视黄姓男子受伤送医 但是李姓男子因为有案在身被判缓刑 担心缓刑被撤销 居然请秘书顶替是驾驶 但是13个小时之后 人又到派出所自首 道成郭姓女秘书被依照顶替罪移送法办 路口乡型车左转 执行机车煞车不及直接撞上去 其实当场连人带车 整个摔飞出去滑行好几公尺 附近民众听到巨大声响 赶紧跑出来查看 乡型车第一时间也赶紧停下来 驾驶下车查看 警方一到场询问乡型车是谁开的 要进行酒测 身穿背心的女子冒名顶替 直接回应车是他开的 警方对女子实施酒测 没有酒驾问题 在现场时候 郭女坦承为该车的驾驶 经警方实施酒测后 郭女在酒测值上有签名 于事后 李男及郭女到本所值 制作交通卷证时 李男坦承为该车的驾驶 在看一次车祸发生后 第一时间驾驶坐下车的 明明是一名男子 画面会说话13小时后 这名理性男驾驶 担心冒名顶替曝光 刺激到派出所 跟警方坦承 车是他开的 当时会让同车的郭姓 女秘书顶罪 是因为车祸造成伤害罪 缓行中担心被撤销 事后警方对他进行酒测 酒测值为零 以交通事故办理 不过这下女秘书可惨了 替老板顶罪 却反被摆了一道 被依顶替罪先送办 记者彭光许苗栗 采访报道